妈妈突然失踪了,爸爸说他已经报警,叫我不要担心,可我在整理抽屉时发现了一张纸条,写道,当心爸爸而字迹是妈妈的,之后我开始观察爸爸的一举一动,不久竟发现惊天秘密连夜出逃。 最后一次见到妈妈是在一周前的下午,那天阴云密布,白天的屋子暗得如夜晚一样,妈妈却叫我不要开灯,她拉紧窗帘,放低声音在我耳边说,姚姚,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家里多了个人? 她说这句话时,眼睛看向别处,面色苍白,我紧张地顺着她的目光看去,黑洞洞的客厅里分明空无一人,弟弟被妈妈神经兮兮的表情吓到了,他用力地扔来一个玩具,正砸到我的肩上,我正要骂,妈妈却披上外套出门了,那之后,我们就再也没见过她,当心爸爸。 我看着手中的纸条,后背渗出了冷汗,这是什么意思呢?难道妈妈的失踪和爸爸有关?爸爸跟我不太亲,比起我这个大女儿,他更愿意陪弟弟玩,我则和妈妈走得更近。 爸爸在我印象里,是个话不多,但很温和的人。 他平日里总在公司忙生意,只要回家,就会给我和弟弟带很多衣服和零食。 记得小时候,那时我们家还住在北方农村。 爸爸跟着村里人一起倒卖皮草,我们这一带山里遍布狐狸凋类,家家户户都做皮草生意。 但手工缝制产量低,而且加工毛料商费,爸爸就一直想办厂子雇人做。 他借了很多钱办厂,渐渐运转起来后实现了盈利,又听说城里兴起了直播卖货,就搬离老家来到南方的沿海大城市,创办电商公司。 一晃十年过去了,爸爸的生意蒸蒸日上,却从没回过老家一次,而且也不让我和妈妈回去,以至于我早就忘了老家农村那些亲戚们的模样, 弟弟更是从出生到现在没见过一次爷爷奶奶,我们至今不知道他为何与老家切断了一切联系。 对于从前,爸爸莫名地讳莫如深,这时,身后的门外突然传来轻微的脚步声,接着消失在我的门口。 有人站在了我的房门外,弟弟在他的房间里睡午觉,那门口会是谁呢?是爸爸吗? 我的脑海中闪过这个想法,这个家目前除了我和弟弟,也只剩爸爸了。 不过正常来说,这个时间他应该在公司,怎么会回家了呢? 一点点僵硬地回过头,我看见扮演的门缝外有双眼睛正死死盯着我。 那是一双我从没见过的眼睛。 我从书桌上拿起一支钢笔握在手里,整只手都在发抖。 这是我在这间屋子里找到的,唯一能伤人防身的物件。 我把笔帽摘掉,笔尖朝外,秉息宁神一步步朝门口走去。 半开的门缝黑漆漆的,那双眼睛已经不在了。 轻轻推开门,是空荡荡的走廊。 是错觉吗? 我神经兮兮地朝走廊深处走去,直到尽头,也没见到半个人影。 拐进卫生间,我俯身在洗手台上洗了把脸。 最近因为妈妈的事,我连续几天没能睡好,也许是因为精神衰弱出了幻觉。 擦干脸,刚要离开,洗手台上一个不起眼的东西吸引了我的注意,是一把手动剃须刀。 毫无疑问,这是爸爸的东西。 但奇怪的是,在我的记忆中,爸爸一直都是用电动剃须刀,他从没用过这种刀片式的挂胡刀。 我将它拿起来,离境观察,看见三层刀片中间夹着许多细碎的胡刀,刀片表面上还沾着一些暗红色的痕迹。 这是血吗? 一瞬间,我想起了妈妈失踪前对我说过的话,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家里多了个人? 抬起头,我猛地在镜子里看见一个影子在我身后。 哎呀!我尖叫一声,刮胡刀从我手中脱落,却一头撞进了熟悉的怀抱里。 抬起头,竟然看见是爸爸。 他担心地问,姚姚,你怎么了? 我喘着粗气颤声道,爸,你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吓死我了。 爸爸咧嘴笑了笑,他从身后掏出一个玩具熊来,塞到我怀里,姚姚,可爱吗? 送给你。 我接过玩具熊,问道,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他叹了口气,你妈妈不在,家里就你们两个,我不放心。 我们相视沉默后,我抱着玩具熊倾道了声谢谢,快步走回屋子。 余光里还能看见爸爸直直地站在我身后,惨白的脸上挂着僵硬的微笑。 我睡得正熟,却觉得有什么东西从脸上扫过,轻轻痒痒的,像细小的虫子腿。 睁开朦胧的双眼,眼前黑暗的房间渐渐变得清晰。 在浓重的漆黑里,一个东西的轮廓也愈发凸显出来。 那是一个瘦高的人影,正站在我的床边。 他身低着头,把没有五官的脸凑到我的面前,似乎正认真的观察着我。 而扫过我面颊的,正是他的头发。 我瞬间瞪大眼睛,凝视他半秒后,猛地大叫出来。 人影听见我的吼声,发出黑黑的笑声,请客间消失在黑暗里。 我疏地睁开双目,刚好听到自己喊声的尾音,冷汗顺着后脑留下近视枕头。 我用力地揉了揉眼睛,眼前一片黑暗,打开台灯,双眼被突然的光线刺得睁不开,只缓了好一会才恢复视线。 我的眼睛扫过房间的每一处角落,并没有发现人影,这才反映过来原来是个噩梦而已。 刚要关灯睡下,却披荐房门是虚掩着的,开了一条两指宽的缝。 我瞬间说不出话来,感觉被窝冰凉无比。 在我睡着时,真的有人来过。 弟弟从地板上拿起了一把玩具小刀,嗷嗷叫着朝我冲来。 我吏声喝道,小哲,不许胡闹。 他却充耳不闻,抬手把玩具刀刺在我的肚子上,一阵剧痛迅速蔓延开来。 我痛苦地弯下腰,弟弟却更兴奋了。 他用手摇晃着我的肩膀,大喊,妖怪,瘦死吧。 我一把将他推倒在地,红着眼抬脚就走。 脑后却传来弟弟哇哇大哭的声音,他在地板上滚来滚去,疯狂地用手掌裹自己的脸颊。 怎么了? 爸爸闻声而至,他黑着脸走进屋,扶起了在地上打滚耍赖的弟弟,斜眼瞪着我问,怎么又吵架? 我气呼呼指着弟弟道,是他先来烦我的。 爸爸不耐烦地择了一声,你比他大,就不能让着他点。 我恨恨到,每次都这么说,其实从小到大,一直都是他欺负我。 由于爸爸无底线的溺爱,导致弟弟性格乖张暴躁,一旦有人惹他生气,就动手打人。 每天陪他醉酒的我,更是屡屡受伤,有次他甚至拽掉了我的一缕头发,可我对此只能忍气吞声,因为重男轻女的爸爸一直都偏袒弟弟。 而妈妈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因为弟弟行为过激,动不动就打人乃之自残,导致他甚至不敢去严厉管教他。 渐渐地,弟弟就成了我们家的混世魔王,不过妈妈好歹会安慰我,不像爸爸那般不讲道理的天心。 爸爸揉着弟弟通红的脸蛋,一个劲地给我使眼色,摇摇,快给弟弟道个歉。 我不可思议地看着他,越想越气,忍不住掉下泪来,头也不回地摔门而走。 我一头扑在客厅的沙发上,任泪水打湿枕头,喃喃道,妈妈,你到底去哪了? 哭着哭着,我闻到一股怪味,是一种苦涩的味道,满沙发都是。 我抬起脸,看见前面的茶几上多了个异样的东西,是一个烟灰缸,里面躺着几只烟头和一层烟灰。 突然间,鸡皮疙瘩爬爬满了我的后背,因为我知道爸爸从不抽烟。 我双手捧起烟灰缸,竟看见底部沾着一块触目惊心的血迹,还混杂着几根发丝。 我颤抖着站起身,默默看向弟弟的房间。 他正在和弟弟有说有笑,清白的下巴上有一道细长的伤口。 恶寒侵袭了我的全身,这个人不是我爸爸。 他到底是谁? 凌晨两点,我突然被一阵指甲挠墙的声音惊醒。 咔咔咔咔,寂静的黑夜里,这声音格外清晰,简直就像有人在我耳边挠刮墙壁。 以前在北方时,听村里的老人说,山里的狐狸成精了,就会趁着夜色溜到人家门口。 他会用爪子一下一下地挠门,如果你忍不住开门了,会发现门外空无一物。 但此时狐狸精已经趁机进了屋子,等人睡着了便会上身夺赦。 从此这家就在不得安宁。 据说村里十几年前,有户人家就招惹了精怪,被附身的屋主自挖双目,还把刚过门不久的媳妇残忍杀害。 村里人都说,他们家上山采皮草包了一窝小狐狸的皮,不成想那都是狐狸精的崽子,所以才被报复。 难道狐狸精进了我们家? 可眼下这声音分明就传自我耳边,挠得根本不是房门。 仔细听,声音好像来自床下。 我侧过身,用耳朵仔细听。 咔咔咔咔咔咔。 一声接着一声,似乎有人在用指甲挠刮我的床板。 难不成,我的床下此刻正躺着个人。 我越想越怕,再也睡不着了。 那声音一下又一下地折磨着我的神经。 吞了口唾沫,我拿起枕边的手机,打开手电筒,探出上半身低头向床下看去。 黑洞洞的床板下,并没有人。 手电筒的光线一晃,悟得看见前方闪过个什么东西。 透过对面的床缝,我猛然看见一双灰白的脚。 那双脚就聚我一床之隔,不知是何时出现的。 我吓得惊叫一声,一下子翻身坐起来,战战兢兢地用手机照向对面,看到居然是父亲。 他脸上淡淡地挂着微笑,乌黑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 姚姚,这么晚了不睡觉,床下有什么东西吗? 我心惊肉跳,握着手机的守不住地发抖。 你大晚上干嘛跑到我房间里来? 爸爸脸上的笑容定格一般,连弧度都纹丝不动。 我刚刚听到你房间里传来奇怪的声音,有些担心就来查看一下。 他又说,你刚刚是在找什么东西吗? 我摇摇头,爸爸的眼睛凝视着我。 摇摇,说谎不是好孩子,如果你找到了什么,交给爸爸。 他说着,一步步朝我走来,我惊恐跳下床,向门口退去,用手去摸门把手。 你是不是找到了和妈妈有关的线索? 快给我,我好去交给警察。 我放声叫道,你骗人。 你根本没有去报警,你把妈妈囚禁在我房间下面的地下室里了,对不对? 那指甲生,一定是妈妈在向我求救。 爸爸的脸上闪过一丝惊恶,但很快消失不见,他沉生道,不要乱想。 爸爸的脸色阴沉下来,他紧紧盯着我,如果你不信的话,现在就可以跟我去看看。 那一瞬间,他脸上略过一抹狠利之色。 我们俩沉默着对视了几秒,我咧开嘴,挤出一个微笑。 我相信爸爸,刚刚是我乱说的。 他的表情松弛下来,夺步迈出房门,留下一句,快睡吧。 我爬上床,连着头一起攥紧被子里,静静地听着。 不一会儿,指甲挠门的声音戛然而止。 我赶忙捂住嘴,不敢哭出声来。 爸爸,被狐狸精附身了? 虽然这个想法很扯淡,可我却有相信的理由。 否则一个正常人,好端端地为何突然会性情大变? 也许是因为早年间他包了太多的狐狸皮,遭到了报应。 回想十年前我们搬离老家时,走得很匆忙,想必那时爸爸就决出了不对。 而来到南方后与老家切断联系,肯定也是因为怕被缠上。 没想到终究还是被找上了门,照这么下去的话,我们一家都会有危险,必须要采取一些措施。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家附近的一所医院,挂了精神科的号。 我听说所谓的被夺射被附身其实是一种精神疾病,也许可以通过系统性治疗医好。 可结果却出乎意料,医生说我描述里的爸爸更像是人格分裂的症状。 应尽快带患者前往医院治疗。 人格分裂?原来爸爸种种奇怪的行为,是因为患上了人格分裂症吗? 夕阳洒在街道上映着金黄色的光,马路旁的车辆慢悠悠地行进着。 回家的途中我脑子里想着该怎么劝爸爸去医院, 刚打开家门,却看见两个人直直地站在门口,是爸爸和弟弟。 他们俩满面韵色,一起怒视着我。 我被吓了一跳,难道弟弟也被夺赦了? 爸爸却一步上前,立生问道,你今天去哪了? 我实话实说,我去医院了。 他一把抢过我肩上的背包,拉开拉链翻找一通, 接着从中抽出一张单子。 那是医院的挂号单,上面是精神科问诊记录。 爸爸抬头问道,你去看精神科做什么? 我最近睡眠不太好,就去看了医生。 我没有说实话,毕竟还没想好该怎么带他去医院。 他盯了我一会,似乎信了我的话,把单子放回包里递给我。 说道,你怎么能放心把弟弟一个人放在家里? 下次你要出门提前告诉我。 好。 我默默低下头。 弟弟趾高气扬地走上前来,狠狠地踹了我一脚, 听到了没? 丑八怪。 我忍住怒火,从背包里掏出一把刀。 弟弟瞪圆了眼睛,有些惊慌地问,你要干嘛? 我把刀递到他眼前,这是玩具,算是我的补偿。 他的眼睛立刻放亮了,伸手就要抢,我却立刻把刀缩回去, 盯着弟弟一字一句道,送给你可以,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他不耐烦地挠挠脸,什么? 不要用他来捅我。 知道了知道了,弟弟接过刀,满脸兴奋地把玩着。 爸爸看着我们,脸色也缓和了下来,笑道,这才对吗? 姐弟俩好好相处,爸爸去忙了。 我注视着他的背影离开玄关,笑着低声对弟弟说, 我们玩个打妖怪的游戏怎么样? 爸爸被狐狸精附身了。 这种鬼话,小孩子都不会信。 是的,我自始至终就没相信过什么怪力乱神。 之前村里流传的精怪夺赦事件,骇人听闻。 实际上,最后杀妻自残的男人被鉴定为精神疾病, 跟鬼怪没半毛钱关系。 爸爸种种反常的背后,也一定有可以解释的原因。 一个人突然变得不像自己了, 只有两种可能,一他患了精神疾病。 二,他被另外的一个人替换了。 那天去医院,实际上我想证实的是第二个可能性, 爸爸究竟是不是本人。 我悄悄收集了之前刮胡刀片和烟灰钢表面的血迹, 去医院做了DNA亲子鉴定。 之所以我还要挂一个精神科的好, 其实是为了掩人耳目。 因为自从妈妈失踪后, 我就已经发现,我被全方位的监控了。 因为每当我试图调查妈妈的事情时, 总是会很巧地受到种种阻挠。 比如网络突然断线, 电话打不通, 甚至爸爸会直接回到家里来, 当面质问我在做什么。 为此,我做了许多次测试, 比如假装在房间里寻找东西, 故意和弟弟吵架等等。 而爸爸总是会紧随而至, 恰到好处地出现在我面前。 他应该在房子各处都埋设了微型摄像头和监听设备, 只要发现我有一场, 就会立刻赶来。 至于送我的那只玩具熊, 里面肯定也藏有监控摄像头。 如果说以上姑且算是我神经质的怀疑, 那我手机里的这条通话记录就是实锤了。 前些日我为了测试自己的手机有没有被监听, 便拨打了自己的手机号码, 没想到居然打通了。 我迅速挂断了电话, 心里清楚这就是手机被监听的证明。 爸爸正24小时不间断地监视着我的一举一动, 我生活中的一切都无死角地暴露在他眼里。 在这种情况下, 我根本没办法报警, 只要电话拨打出去, 我肯定会像妈妈一样遭遇危险。 他为什么要做到这种地步? 这个人究竟怕我查到什么呢? 除了监视和监听, 他甚至还会派人跟踪我。 这几天, 每当我出门, 身后不远处都会有一辆汽车慢悠悠地跟着, 车里是爸爸公司的员工, 每天奉命来监视我的行踪轨迹。 我去哪里, 做了什么, 想必都会通过这些人汇报给他。 所以我去医院调查他的身份, 才会去多挂一个毫不相关的诊疗记录, 不让他起疑心。 而真正的目的, 直系亲属DNA检测结果, 此时正藏在我的背包夹层里。 偌大的房屋显得阴暗无比, 静悄悄地一楼大厅只有我一个人, 但我知道各处角落里其实藏着无数双眼睛, 他们正默默地盯着我, 无论是吃饭、睡觉、洗澡还是上厕所, 都逃不过他的见识。 虽然内心已经恐惧厌恶到极点, 但我必须要撑住, 绝不能崩溃。 我咬着牙装作毫不知情的样子照常生活, 并且懂事地不去追问妈妈的事情, 才能让爸爸对我渐渐放下戒备, 成功救出妈妈。 我走上楼梯,来到二楼, 拐角处是爸爸的房间, 我拧动把手迈不进去, 这是整所房子里唯一没有设监控设施的地方。 他总不可能监视自己。 我拉开背包内部的夹层拉链, 从中取出DNA检测的报告结果, 一页一页地翻着, 细微的汗从额头渗出来, 对于鉴定结果我突然有些不敢去看。 如果爸爸真的被某个陌生人给替换掉了, 这是否说明他已经遇害了? 他伪装成爸爸的样子进入我们家, 目的又是什么呢? 是否跟十年前搬家的事情有关呢? 完全是一团乱麻, 这时我才发现, 我甚至一点也不了解爸爸。 这个跟我朝夕相处的人, 身上有太多的谜团, 手指颤抖着翻到结果页。 我却看到了一个极为震撼的结果。 一号DNA样本取自刮胡刀, 与二号样本取自我生物亲缘关系成立的可能为99%, 99%。 三号DNA样本取自烟灰缸, 与二号样本取自我生物亲缘关系成立的可能为0%。 为什么? 我愕然地盯着报告, 反复阅读了几次, 生怕自己看错。 这个行为反常的人, 居然的地确确是我的亲生父亲, 原来从小养育我的爸爸, 竟不是我的生父。 我注视着纸张上的两行字, 摇摇晃晃, 险些晕倒。 我的猜想果然是对的, 两处血液样本并非同一人的, 爸爸真的被人替换掉了。 刮胡刀上的血迹毫无疑问是这个假爸爸, 而烟灰缸上的血迹应该是我失踪的真爸爸。 可让我没想到的是, 这个假爸爸, 居然才是我的亲生父亲。 我彻底陷入了凌乱, 捏着鉴定报告的手将在半空中迟迟未动。 这两个爸爸又是什么关系呢? 我们家到底还有哪些我不知道的事情? 我犹如坠入了一个巨大的迷宫, 在满是迷雾的陷阱里找不到方向, 满心的疑惑和惊恶简直要把我击溃。 深深呼吸一口, 强压住剧烈的心情, 翻到最后一页, 那上面还有第四个DNA样本的鉴定结果。 而这个样本则是来自弟弟小哲, 备注小哲的这页报告单显示, 双方生物亲缘关系成立的可能为百分之零。 也就是说, 这个后来的假爸爸和弟弟并没有血缘关系, 他们并非亲生父子。 我盯着报告良久, 内心翻江倒海。 虽然我挺讨厌小哲的, 但得知他并非是我亲生弟弟时, 内心难免十分震动。 而更让我难以接受的是, 眼前这个囚禁妈妈的变态, 竟然是我的亲生父亲。 这时, 背后的门口突然传来一阵脚步声。 我吓得一个转身, 手拧把手刚想出门, 脚步声却已然而至, 抵在了门口。 糟了, 爸爸回来了。 我惊慌失措, 正想寻有没有能躲藏的地方, 门却已经被推开。 我只好将在原地, 眼看着他走进门来, 却发现来人并不是爸爸, 而是弟弟。 他挺着圆滚滚的肚子, 手里握着我送的玩具刀, 抬眼瞪着我道, 你在这干嘛? 我刚刚叫你, 那么久你没听见? 我摇摇头, 心想他刚刚找我, 应该是想让我陪他玩。 弟弟骂了句笼子, 上前做事刚要打我, 却被我手中的报告单吸引。 丑八怪, 你在看什么? 我慌忙, 把报告藏在身后, 却硬生生被他夺去。 小哲, 弟弟充耳不闻, 他把玩具刀放在一边, 一页页地翻看报告, 表情难得地认真。 他看完最后一页, 一把将报告单摔在地上, 两眼通红地看着我, 我无言地注视着他。 弟弟虽然还在上小学, 但他应该懂得 亲子鉴定的含义。 生物亲缘关系成立的 可能为百分之零。 这句话也并不难理解, 现在弟弟知道了 自己并不是爸爸的亲儿子, 且我们两人 也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弟弟沉默半赏, 吐出一句话, 所以你说的是真的。 什么? 现在的这个爸爸是妖怪。 我叹了口气, 他不是什么妖怪, 他是我爸爸。 但他不是我爸爸。 弟弟的表情愈发狠利, 他把我爸爸弄到哪去了? 是不是你们合伙害了他? 你在说什么胡话? 他呲牙咧嘴的吼叫声很吓人, 我赶紧跑出门, 他紧随而至, 边哭边吼。 我回头看着弟弟朝前跑, 却迎面撞进一个人的怀里。 是爸爸。 他又提早从公司回来了, 爸爸眉头紧拧, 呵斥道, 你又惹弟弟不开心了。 我默不作声地绕过他, 朝楼下走去。 爸爸换上笑脸, 张开双臂要抱住跑来的弟弟, 却被他一拳打在脸上。 弟弟哭道, 我爸爸呢? 你把我爸爸弄到哪里去了? 他听到弟弟的话, 脸上一惊, 怒道, 你胡说什么? 我就是你爸爸。 弟弟却对爸爸又捶又打, 丝毫不听他的话。 爸爸渐渐失去耐心, 抬手把弟弟推开老远, 拧身朝我走来, 眼神怒不可遏。 弟弟挨了一记巴掌, 愣愣地坐在地上, 这是爸爸第一次对他动手, 明显激起了他的怒火。 他一咕噜爬起来, 握着玩具刀大吼着, 朝爸爸冲过来, 挥手辩刺。 爸爸的脚步陡然停下, 他整个人一震, 露出一副难以理, 理解的惊诧表情, 随即长长地吸了一口气。 弟弟连着刺了几刀后, 猛然停下动作, 他喉咙里滚出一串含混的疑问声, 吓得愣在了原地, 接着呜呜地哭了起来。 血, 从爸爸的身上流出来。 鲜红的血, 源源不断地流出来, 将爸爸的衣服从内到外地染红。 他面色煞白地盯着我, 张着嘴巴不知想说些什么, 最后重重地摔倒在地。 我喘着粗气, 目睹着眼前的一切, 拿起电话, 按下了报警键。 弟弟摊坐在地, 他盯着手中沾染血污的刀满脸惊恐, 眼神中尽是不解。 这把玩具刀虽然是金属制的, 但刀尖受到阻力会缩进刀柄的夹层内, 所以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 但刚刚并非如此, 刀尖被狠狠地插进了爸爸的肉里, 并没有缩进去。 那是因为刚刚在弟弟看鉴定报告时, 我偷偷坐了手脚, 让刀具的伸缩扣卡住无法动弹。 但他明显没意识到是我搞的鬼, 只是以为玩具坏了, 自己闯了大祸。 倒在一边的爸爸痛苦地呻吟着, 他的皮肤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失去血色, 气若油丝。 吓呆的弟弟朝我痛苦, 快,快叫救护车呀! 我满口答应地跑到爸爸身边, 蹲下身仔细翻找他身上的口袋, 从外套翻到裤子, 全程没看他一眼, 但我能感到爸爸双眼一直盯着我, 他的嘴巴努力地张着, 终究没能说出一句话。 最后他直勾勾地盯着我, 咽了气, 翻了半天, 我终于找到一串钥匙, 丢下大哭的弟弟, 蹬蹬蹬地快步跑下楼梯, 朝地下室走去。 爸爸临终前, 惨白的脸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 虽然他并不是我爸爸, 只是一个陌生人, 但第一次近距离见识死亡, 让我无法镇定, 连脚步都有些许发软。 是的, 他并不是我爸爸。 这个人与我没有半分血缘关系, 取自烟灰缸底部的血迹 才是来自于我的亲生父亲。 我撒了谎, 在DNA检测结果上填写了假的备注, 彻底颠倒了结果, 导致了弟弟的误会。 实际上, 这个后来的假爸爸正是小哲的生父, 两人的生物源关系的成立 可能为99.99%。 这时的弟弟还不知道, 他亲手杀了自己的亲爸爸。 我的心底油然而生一股恶寒。 虽然这一切都是我策划的, 但我并没有想到事情进展得如此顺利。 当血案终于被酿成时, 我竟没觉得一丝畅快, 取而代之的是恐惧和慌张。 我居然让弟弟亲手杀害了自己的亲生父亲。 这是否太过于狠毒了? 我用力地摇摇头, 心里安慰自己是他们咎由自取, 倘若不是弟弟暴力成性, 也不会造成这种结果。 拐过一小段幽暗的走廊, 我站在了地下室门前。 我之前听到指甲挠墙的声音就在这里, 我掏出钥匙, 由于手抖得厉害, 导致钥匙好几次没能插尽锁恐。 妈妈,我来救你了。 我口中默默祈祷着, 脑子里乱七八糟。 这个替换掉我爸爸的人到底是谁? 我妈妈竟然还和其他男人在一起过, 还生下了一个和我义父的弟弟。 这些事通通涌进我心, 窒息般地轰炸着我的神经。 咔大, 再是到第三把钥匙时, 门锁应声而开, 露出黑漆漆的地下室。 一切的疑问, 真相, 就在这扇门后。 我推开门, 钻进黑暗的地下室里, 一股恶臭扑鼻而来。 似乎是垃圾, 汗, 食物腐败和排泄物等混杂而成的臭味。 我捂住鼻子, 皱着眉头去摸墙壁上的电灯开关。 按下开关, 地下室请客被灯光照亮。 一个瘦弱的人影立刻进入我的视线, 他光着上半身, 腿上只穿了一条单裤, 背对着我侧卧在角落的行军床上, 突出的几股明晰可见。 我注意到他的腰上拴着一条锁链, 另一端被固定在墙壁上, 这导致他仅能在床上活动, 连下床都做不到。 所以他才会用那样的方法, 通过脑瓜床上方天花板的方式来求救。 床上的人听到我走进来并没有什么反应, 也许是习以为常, 也可能是死了。 爸! 我轻叫了一声。 他迅速扭过头来, 两只眼睛瞪得老大, 激动得整个人都坐起来, 姚姚,爸爸的双眼泛红, 想过来抱我, 却一下子被铁链拽倒在床上。 他的脸吓了我一跳, 没想到竟变得如此瘦削衰弱, 跟往日那个意气风发的公司老板完全不同, 简直像老了十几岁。 我赶快掏出那串钥匙, 打开了爸爸腰上的锁头。 姚姚,你你怎么找到钥匙的? 他紧紧地抱住了我, 刺鼻的臭味让我喘不上气, 但我没有躲开, 只是静静地任爸爸抱着。 许久,他终于放开手, 坐在地上掩面痛哭起来。 我不知怎么安慰, 就告诉爸爸坏人已经死了, 我们脱离危险了。 他听了我的话, 停止了抽烟, 呆呆地坐在原地, 两眼迷茫地看着前方, 像是受到了巨大无比的冲击。 我叫了爸爸好几声, 终于问出我最关切的那个问题, 妈妈到底在哪里? 他缓缓地扭过头, 通红的双眼死死地盯着我, 缓缓开口道, 你妈妈她死了。 我赶到一阵天旋地转, 拼命忍住才没吐出来, 你说什么? 爸爸又默默地流下泪来, 接着, 他给我讲了一段 令人难以想象地扭曲往事。 十五年前, 北方某农村举行了一场婚礼。 婚礼的主角正是我年轻时的爸爸妈妈, 那时父亲家里穷, 爷爷奶奶掏空家底, 帮助他娶了媳妇。 新婚当夜烛火盈盈, 妈妈看着婚宴上的合照, 照片里聚齐了一家四口, 分别是爷爷、奶奶和新郎新娘, 但此时的他还不清楚, 其实这个家里还有另一个人, 是一个多出来的并不存在的人。 婚后的生活平淡如水, 由于家庭条件拮据, 父母满门心思都扑在赚钱养家上, 尤其是爸爸, 他早出晚归, 跟着村里人一起做皮草生意攒钱。 婚后第二年, 我出生了。 我的到来, 为这个家庭增添了一丝喜悦, 但阴影也悄然而至。 在我两到三岁的时候, 妈妈渐渐地变了, 她开始疑神疑鬼起来, 总是对爸爸说家里似乎还有另外一个人, 并且她经常会怀疑爸爸不是本人, 每次她回家后都要仔细检查一番, 并盘问她许多细节的问题。 爷爷奶奶都说她疯了, 患上了妄想症, 有好几次我都能听见她们骂妈妈的声音, 恶毒的话语从她们的嘴巴里蹦出来, 让母亲面色惨白, 终日看着窗外的太阳发呆, 时间一长, 妈妈甚至也怀疑自己出了精神问题。 所以, 那时候是怎么回事呢? 我问着, 感到心里涌上一股难以言表的压抑。 爸爸清白干裂的嘴唇张了张, 最后叹了口气, 下定决心道, 其实, 我有个弟弟。 什么? 我又问了一遍, 以确保自己没有听错。 我有一个双胞胎亲弟弟, 他就是把我囚禁在这, 假扮我和你们共同生活的人。 我吃惊地僵住, 像半截木头般, 无法动弹。 那个刚刚死去的人, 居然是我的叔叔, 可我为何从出生到现在都没听说过他呢? 爸爸低下头道, 他因为是超生, 没有上户口, 所以法律意义上并不存在。 我们俩长得几乎一模一样, 小时候他总跟在我身后, 就像是我的影子, 村里很多人都分不清。 后来长大了, 你爷爷奶奶谎称他外出打工, 实则是把他藏了起来。 为什么? 因为要娶老婆。 我感到一阵窒息, 心里陡然冒出一个难以启齿的可能性。 不会吧? 如果真是这样, 那简直太丧心病狂。 但父亲接下来的话, 则彻底印证了我的猜想。 他淡淡道, 因为我们家实在太穷, 只能给我们兄弟俩其中一人娶媳妇, 哥哥娶了老婆, 弟弟就得打光棍。 但手心手背都是肉, 你爷爷奶奶也不忍心看着他孤单一人, 便萌生出一个想法。 话说到这, 我已经彻底明了, 只觉得一阵干呕, 鸡皮疙瘩爬遍我的全身。 但爸爸仍用冷硬的声音叙述道, 这个想法就是, 利用我们长相相同这一点, 让弟弟和我共同娶一个老婆, 我们俩用一个身份和他生活, 这样就能省下另一个人娶媳妇的钱。 我听得手脚冰凉, 如此没有底线的话从爸爸嘴里说出, 他却一脸地轻描淡写, 似乎在叙述一件在平常不过的事。 姚姚, 我知道你可能很难理解, 但那个年月在我们那儿, 这种情况并不显见。 他说, 村里老人观念守旧, 传宗接代是头等大事, 实在找不到媳妇就算买, 也得让香火延续下去。 当年村里有几个女人的遭遇要更可怕, 她们从远方的城市被拐骗至此, 在以几千块钱的价格成交, 最后终日被铁链锁在屋里, 沦为了生育工具, 在非人的摧残下逐渐精神失常。 比起他们, 你妈妈是不是幸福多了? 我瞠目结舌地看着形容枯搞的爸爸, 他此刻在我眼中变得如此陌生, 不光是因为外表, 更因为这些话。 我正正地摇着头, 咬着牙道, 你们就这样骗了妈妈好几年。 爸爸垂手道, 那几年过得心惊胆战, 我们俩每天都怕你妈发现, 所以暗地里都串通好, 不漏过一丝一毫的细节, 争取与对方做到一模一样。 但就算是这样, 你妈妈她到后面似乎也有所察觉了。 而且, 她喘着粗气道, 而且我也越来越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了。 她平时窝在老房子里, 吃穿用度都是我来打理, 平时还要去找你妈妈解决生理需求, 我曾一度萌生过戳穿她的想法。 但我知道如果你妈妈发现了真相, 一定会崩溃, 弃我们兄弟俩而去, 我舍不得她, 也舍不得你, 所以只好屈辱地忍着。 我听得出她语气中的无奈, 但我却完全无法共情, 在我看来, 爸爸一家做的事简直毫无人性。 爸爸抹了把眼睛, 他看出我的软肋就是你们母女俩, 反倒以此要挟我, 理所应当地管我伸手要钱, 渐渐地消磨掉我对她仅存的亲情。 所以, 后来我赚了钱, 有了逃离的机会, 便带着你和妈妈来到了南方。 你怕妈妈知道那几年的事, 所以切断了老家和我们的一切联系。 他默默点点头, 我站起身, 向门外走去, 爸爸还在我身后呼喊着, 他想叫我理解, 他说当时家里实在困难, 否则也不至于如此。 而且那个年代法律不健全, 农村里有很多都是一女嫁给兄弟两人, 这种事也不是个例。 我越听越恶心, 流着泪快步跑出地下室。 原来在我小时候, 叔叔就曾扮演过爸爸与我们一起生活, 但那时我毕竟太小, 所以没能察觉出任何不对。 那几年里, 妈妈被他们兄弟俩轮流当作妻子, 这是多么变态的一件事。 拐过楼梯口我再也忍不住, 蹲在地上嚎啕大哭。 我终究还是没能救出妈妈。 爸爸的双胞胎弟弟, 用了十年时间打探到他的下落, 他以之前的秘密为要挟, 绑架囚禁了爸爸, 装扮成他再次闯入了我们的生活。 这期间, 妈妈一定发现了不对, 她也许想过收集证据报警, 但最终还是失败了, 被这个假丈夫杀人灭口。 难以想象妈妈经历了怎样的恐惧, 她为了保护我和弟弟的安全, 什么都没跟我们说。 在死亡来临之前, 她到底遭遇了什么? 她的尸体被藏在了哪里? 我也永远不得而知。 我边哭边朝楼上走, 看见那个躺倒在地的影子, 趴在血泊之中。 我捏着颤抖的拳头盯着眼前的这具尸体, 他就是杀害我妈妈的人, 我用我的方法替他报仇了。 弟弟已经跑走了, 他把自己关在了房间里, 应该是被吓坏了。 窗外闪烁而进红蓝交错的灯光, 警笛声渐行渐进。 我站在黑暗的走廊里, 绝望地闭上眼睛。 完结, 第二篇, 当我被同一个戴着白手套的交警 第三次拦下来时, 我破防了。 略带着些哭腔开口, 大哥, 我这次真的戴头盔了, 不会再犯了。 他还未开口, 胸前的对讲机倒先响了起来, 内容大致是说前方出现交通事故, 需要他赶过去。 然后他很不客气地 一屁股坐到了我的小电车后座, 听到了, 临时征用下, 论被交警坐后座是什么感觉, 大概就是被美妆博主盯着 遮瑕一样的压迫感吧。 我全程戴着头盔, 聚精会神地骑着我的小电车, 生怕出错。 隐约间, 好像听到了些声音, 但我没在意, 大概又过了五秒, 我感觉我的后脑勺, 不对, 是后脑盔, 被人轻轻捶了两下, 赶紧靠边停下。 刚停下, 我就感觉我的小电车一轻, 在转身时, 他已经下了车。 他走到我面前, 戴着白手套的手掌 在自己面前晃了下。 我不明所以, 想来应该是跟我白白呢, 便也伸手, 冲他白了白。 见我这个反应, 他却是低头浮额叹息了震, 然后才重新抬起头, 顺带把我头盔前面的挡风镜片 推了上去。 四目相对, 才没有你们想象中的 马力苏鸣场面。 我刚叫你停车, 你怎么不停, 都骑过了你也没看见。 他这语气, 我简直太熟悉了。 我总感觉, 下一秒, 他就能掏出那个交通违规, 二维码让我扫, 或是让我签署罚单。 愣了好半天, 我就只憋出了句, 啊, 气氛正尴尬之时, 是那个对讲机救了我。 眼看着白手套就要放我一马了, 却没想他临走时来了句, 关婷婷, 就你这车技, 这辈子, 你骑的车也就我敢坐了。 这句话, 仿佛一句咒语般, 将我拉进了回忆之中。 啊, 这这交警他压的, 竟然是我那个院种前男友。 之前他一直戴着口罩看不清脸, 我唯一有印象的就是他紧露出的双眼, 我们交流不多, 除了罚款和违章扫码的例行公式外, 这算是第一次有效对话。 何玉, 我试探着叫了声, 文言, 他离开的动作顿了下, 意料之外的, 他没有转过身, 像是在回应我, 又似是自言自语般说了句, 还记得我, 这倒是我没想到的。 怎么会不记得? 耽误我那么久, 又一声不空地走掉, 现在还来招惹我。 你算高吗男人? 看着不远处何玉远去的背影, 我清了清嗓子, 气沉丹田, 一顿疯狂输出, 何玉, 你个避避避, 避避避避避避, 住, 此处省略二百五十字。 何玉大概也听见了我刚才对他酣畅淋漓表达的那些异美之词, 我远远望见他转过身, 喜悦而又激动的心情全写在脸上。 骂到农时, 我余光瞥见另一个交警正快步朝我的方向走来, 嘴里振振有词, 我大脑迅速做出反应。 这个月已经违规两次, 不能再被逮了, 不然就要去交警队报到了。 何玉在的地方, 我还可能有活路吗? 想到这儿, 我吓得一个机灵坐直身子, 蒙拧了一把转把就溜了。 当晚, 我手机震了一下, 提示有新消息。 原来是一条新朋友提示, 好友验证上只有简单的两个字, 何玉。 我盯着那个名字愣了会儿, 紧接着, 一阵强烈的心虚感涌上心头。 我打算完全忘了这件事, 转身去洗澡了。 我洗澡有个习惯, 会拿上手机播放着音乐洗。 我想,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仪式感吧。 我手搓着头上的泡沫, 嘴也没闲着, 正忘情地跟着音乐唱着那首最近大火的歌, 《爱你孤身走暗想》, 爱你不贵的模样, 爱你。 呼得, 音乐声戛然而止, 取而代之的是一阵急促的语音电话的铃声。 好巧不巧, 我头上的泡沫躺下来, 我眼睛一时半会也睁不开。 我只好微眯着眼睛, 尽力查找着接听见。 这个点, 多半是狗蛋打来的。 狗蛋是我对我铁闺蜜的爱称, 就像他总叫我猪娃是一个道理。 在鼻尖都好几次蹭到屏幕上后, 我终于, 在听到手机连续震动了两声后, 直到电话已经接通了。 喂, 狗蛋啥是快说, 你爸爸, 我着急洗澡呢? 过了几秒, 我却仍是没有听到任何回应, 只有哗啦啦的流水声。 难道是我声音开太小, 说的话被水声盖住了? 想了想, 我又连按了好几下音亮键, 结果对面还是没有声音。 我有点恼了, 干脆抹了一把眼上的泡沫, 睁开眼睛想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看着手机上和郁那个满脸不知所措的样子, 我是真的慌了。 我大脑再次飞速转动, 顿时悟出了两件事。 第一, 啊啊啊啊啊啊啊, 刚刚那个其实不是语音通话, 是视频通话。 第二, 也许刚刚不是声音小导致的我听不见, 而是他看到我这样, 根本就惊讶地说不出话来。 也就是说, 我没敢再往下细想, 哆嗦着手挂了电话, 我真的拴Q。 好想换个城市生活, 一个没有和郁的城市。 冷静过后,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和郁是怎么出现在我好友列表的。 经过我缜密的思考, 加上细致的推理, 真相只有一个。 我不由自主, 按了好友通过, 提示音再度响起, 打断了我的哀嚎, 是和郁发来的一条语音。 我纠结许久, 还是点开, 嗨嗨, 如果我说我刚刚什么都没看见, 你, 会不会好受点? 您可真是善解人意呢。 可问题是, 你知不知道, 你脸刚红得多快能跟猴屁股一个色了? 现在说这话, 会不会苍白了点? 出于礼貌, 我回了他手机里第一个小黄脸的表情。 应该是觉得尴尬, 何玉没再发来消息, 一夜无眠, 我凭着不想被扣工资的信念, 勉强起床出了门, 心不在焉地骑上了我的小电车。 见红灯还有七十秒, 我便打算闭目养神一会。 不知过了多久, 一阵熟悉的头盔振动感把我唤醒, 朦胧间, 我看到那身再眼熟不过的制服, 瞬间清醒不少。 我心里默念, 千万别是何玉, 别是何玉, 说真的, 我求姻缘都没有这么诚心过。 紧接着, 我耳边传来一个稍显粗犷的声音, 刚绿灯, 怎么不走? 呼还好, 不是何玉, 我长舒了口气。 我把挡风镜片推了上去, 方便回答交警叔叔的问询。 张哥, 我来了, 你回去休息吧, 不远处, 另一个交警正在靠近。 看那眉眼, 分明就是何玉。 我一时没忍住, 惊呼出声。 似是听到我的声音, 何玉也朝我的方向看了过来。 四目相对的瞬间, 我注意到他眼神微不可查地治了一下, 不久又恢复如常。 我脑海里顿时想起一阵BGM, 一定是特别的缘分, 还是孽缘。 老交警离开前, 还不忘把我托付给何玉。 小何, 这丫头刚就等个红绿灯的功夫, 竟然在车道上睡着了, 太不安全, 记得口头教育两句。 何玉闻言, 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 红灯转绿, 后面传来阵阵暗喇叭的声音。 见状, 何玉挥挥手, 示意我靠边。 我刚停稳, 何玉便冷不叮来了剧, 黑眼圈都快赶上国宝了。 我伸手抚了抚眼下, 又想到什么, 在他身前张了张手, 扬起脑袋看向他, 不甘示弱地回怼道, 帅哥, 那麻烦门票前给结一下。 听到我这样说, 何玉哑然, 张张嘴半天也没说, 出什么话来, 一副很无奈的样子。 关婷婷, 你车技本来就不好, 还疲劳驾驶, 又来了, 又来了, 何玉这个啰嗦, 老头子又开始数了我了。 我时不时点着脑袋敷衍他, 不是我听客态度不积极认真, 是因为这些话, 他很早之前就反复对我说过。 人呢, 听太多废话是会变傻的。 机智的我, 早就练成了左耳进右耳出的技能。 好应付何玉那张嘴。 关婷婷, 来了来了。 凭我对何玉的了解, 一般在他第二次喊我全名的时候, 就是讲课要结束的号角。 于是乎, 我关闭了我的超能力, 却听见了一句 似乎永远不会从何玉嘴里说出的话。 能不能让我省点心? 我这才发现, 何玉的眼角有着掩盖不住的皮翼, 看起来不像是指一天没睡好觉的样子。 是, 工作太累了吗? 我说着, 手指了指他的脸。 何玉只是眸光平静地看着我, 摇了摇头, 其实, 后面的话, 都被他胸前对讲机传来的阵阵嘈杂声音盖过去了。 趁着何玉按对讲机回复的间隙, 我下了车, 特意拿石巾把后座上的鸟屎擦了擦。 不是我懒, 之前觉得反正也没人做, 就一直没顾得上清理。 屋渍擦干净后, 我又用干纸巾把后座擦了一遍, 这才满意地拍了拍电动车后座, 想把何玉叫过来。 何玉, 别说姐不照顾你啊, 这后座可是给你擦的正量, 在抬眼时, 却发现他人正转身朝着路旁的一辆交警铁骑走去, 踢起摩托车侧支架, 上车, 戴头盔, 转钥匙发动, 一气呵成。 我在一边看的人都傻了, 只是总感觉哪里有些不对劲。 我视线下移, 口中默念了一遍他的车牌号, 突然脑海里灵光乍现。 何玉, 这不是第一次停在路边的那辆铁骑吗? 合着你明明有车, 还冠冕堂皇地跟我那临时征用呢? 何玉看了看我, 又低头看了看自己的铁骑, 似乎才意识到了事情已经败露。 空气中, 一股尴尬的气氛蔓延开来。 怎么, 不打算解释一下吗? 不远处, 何玉略显窘迫地摸了摸自己的头盔, 看样子是在想要怎么收场。 见他还不说话, 我也没耐心了, 骑上车打算离开, 却没想, 何玉静猛地将铁骑横在我车前。 在我惊讶的眼神中, 他有些失落地开口。 爱, 被发现了, 说到这儿, 何玉稍顿了顿, 又像是鼓足勇气般再次说道, 所以, 要不要给我个台阶下? 说话间, 他眸光闪了闪, 似是在小心征求我的意见。 什么台阶? 我怎么听不懂啊? 我故意拉高音量装傻。 何玉左右看了看, 周围已经有不少人看过来了。 他脸皮薄这件事我怎么会不知道, 但我就是故意的, 那又怎样? 何玉摘下头盔, 重新停好车, 视线从头至尾, 没有在我身上再停留过片刻。 啊, 早料到的, 又要逃了。 我缓缓垂下头, 眼眶里不自觉地已经涌出些泪来, 我实在不喜欢这种独自脆弱的感觉。 猝不及防地, 我被何玉拥在怀里, 关关, 你可不可以跟我和好? 我, 好像真的离不开你。 可, 我刚发出一个字, 何玉便像被肯定了般, 抱得我更紧了。 我说不出话, 只得一个劲地垂着她的后背。 关关, 我都明白的, 你尽管发泄好了, 我保证不动, 警监, 何玉还自顾自地说些什么。 就在我快窒息的时候, 身后一大叶的声音格外响亮, 嘖嘖嘖, 也不知道这小姑娘是犯了什么事, 交警为了控制她都用上锁搏了。 文言, 何玉才如梦初醒般松开我, 刚刚她冲过来抱我的时候, 力度太大, 头盔又太松, 导致头盔惯性向后倒, 我则被头盔的绑带直接勒住脖子。 其实, 到这都还好, 只是, 这家伙后来不知道怎么想的, 还学电视剧里演的那样, 一个劲推着我后脑勺往她肩上靠。 我翻着白眼想, 这下就算好能和, 人也没了, 唆呐起。 此刻, 我正倒在何玉怀里, 大口喘着气, 双眼死死瞪着她。 何玉眼神躲闪, 侧了侧身, 对着对讲机说了句, 那个, 我这出了点事, 过不去了。 说完, 何玉一脸心虚地替我顺着后背。 很快, 对讲机那边也传来了回复, 出事故了吗? 需不需要支援? 我差点憋不住笑, 只能用咳嗽的动作来掩饰我的幸灾乐祸。 下秒, 我只觉脑袋上一清, 耳边传来何玉吐槽的声音, 什么头盔, 截着真费劲。 紧接着, 何玉又拿来她的头盔给我戴, 估计是怕我又被头盔勒到, 可我还没来得及欣慰, 就被脑袋上和玉那股吃奶的尽劝退, 和大脑袋, 我不是芭比娃娃, 头和脖子是不可拆卸的, 你知道不? 几乎是同时, 我头顶传来一个惊奇的声音, 关婷婷, 你头怎么这么大? 瞎说, 大学的时候, 我的头明明就比你小很多。 我不服气地从手机相册里翻出我们的合照作为证据。 许久, 何玉都没有任何回应, 视线一刻不移地紧盯着那张合照。 不至于吧, 这么明显你都看不出来。 我说着, 一只手在何玉眼前晃了晃, 以确认她是否还能看见。 呼的, 何玉握住我的手腕, 默然开口, 这照片你还留着。 说话间, 我注意到她眼眸里闪烁着些许喜色, 气氛有些暧昧, 我整个人被她盯得有些不自在, 便伸出另一只手想推开何玉的手。 却不想, 她手上竟还增大了几分力度, 似是没打算轻易放过我。 何玉, 你松不松? 我冷着脸问她。 不, 松。 何玉一字一顿回复我, 这个回答, 算是在我意料之中。 我脑海里快速掠过之前刷短视频学到的防狼术, 暗自在心里演练了遍。 下一秒, 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快速翻了个身, 结果, 何玉像是早就撂到斑, 同我一起翻了个身, 这不是挺没面子的。 于是, 我又趁何玉不注意, 向相反的方向翻了刺身, 结果又, 旁边的围观群众一个个都看呆了。 啊, 这, 这怎么还跳起来二人转了呢? 还来吗? 何玉挑挑眉看着我, 脸蛋似乎又凑近了些。 正暧昧之时, 我突然指着不远处的一个男人大呼道, 快看, 有人没戴头盔。 何玉总算是放开我, 一转身恰巧把对方拦住, 而后拿起警尖带着的一个吊牌上的二维马递过去, 扫码登记下, 警告一次, 中年男人支支吾吾道, 我, 我没智能机, 我的是老年机, 我躲在何玉背后悄悄提醒他, 这老头绝对是在撒谎。 何玉侧头看了我一眼, 不明意味地顿了会才一座, 赞同地点了点头, 转身道, 叔叔, 那老年机可不可以拿出来我看一下? 这语气, 他什么时候这么尊老爱幼了? 当男人把一部崭新的智能手机掏出来之时, 眉间紧锁, 一整个说谎被抓包得迥模样。 我心里十分得意, 还趁机拍了拍何玉的屁股, 在我正沉浸于回味何玉屁股带来的奇妙手感之时, 却突然注意到那中年男人皮鞋上一些排列不整的透气孔, 我脑海里突然闪出了个不好的念头, 正准备跑路, 腿还没迈开, 只觉裤腿上传来一股力量, 回头一看, 果然是我家那只笨狗。 虚, 我脚腕轻轻推了推修狗, 还冲他一直使眼色。 玉玉, 听话, 回来, 他平时不会随便咬人的, 除非, 身后, 传来我爸的声音, 戛然而止。 我爸还没再度发声, 何玉就先一步指着那只紧咬我酷腿的修狗说道, 他, 叫玉玉。 对, 就那个上面日下面立的玉。 啊这, 这是可以说的吗? 闻言, 何玉立剑般的目光直射向我, 我心虚地蹲下揉着狗脑袋装作无事发声。 观婷婷, 我爸猝不及防地叫了我一声。 我僵硬地抬起头, 脸上则是一副过分惊讶的神色。 爸, 好巧, 竟然能在这里碰上你。 看着我爸一脸狐疑的样子, 显然, 他没打算相信我的鬼话。 不巧, 莫名其妙地, 何玉接上了话。 叔叔, 刚刚就是您女儿实名举报的您, 说真的, 难为您并非我本意。 后面的话, 是何玉靠在我爸身边说的。 不知道何玉对我爸说了什么, 我爸随即喜笑颜开, 冲何玉一个劲点头, 最后还肯定似的拍了拍何玉的肩膀, 之后俩人不约而同地看着我笑。 可我怎么看都觉得, 那笑挺不怀好意的。 意料之外的, 我爸被记违规一次, 却没被罚钱。 行住墓里送我爸离开后, 我有些失神踢了踢路边的石子, 百般纠结后开口道, 何玉, 我知道你是想挽回我, 但你刚刚这么没原则, 我要是现在答应你, 倒显得我动机不纯了。 我注意到, 何玉脸上的表情微致了一瞬, 看他这样子, 我更加肯定了先前的猜想。 许久的沉默后, 何玉靠在我身边说了句, 也就是说, 在叔叔违规前, 你本来就打算答应跟我和好了。 我其实没想到何玉的关注点会在这。 应了两声表示认同后, 我又想把讨论中心拉回去, 重点不在这。 现在, 我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何玉拉着快步走到了一处无人的角落。 不等我问她的意图, 何玉便静字稳了上来, 不缠绵, 更像是在宣誓主权。 我整个人愣在原地, 有些发懵, 只呆呆地盯着她。 我现在工作呢, 搞仪式感不合适, 等下班了我去找你, 给你补上。 何玉凑近我, 巧声说道, 我才缓过神来, 收回目光, 愣愣地点了点头。 何玉放在我腰上的手, 却没有半点要移开的意思, 气氛有些微妙。 我借口上班要迟到了, 想先行离开。 可我刚走出没两步, 就被何玉再度拉回来, 惊呼声被吞没在她的纹里, 直到我轻咬她的嘴唇, 抗议才停下。 这次我学聪明了, 直接把头盔扣在脑袋上, 拉下挡风镜片, 这才重新抬起头面对她说道, 刚刚不是都已经, 怎么还, 我欲言又止。 何玉见我如此, 嘴角样起一抹浅笑。 晚上, 我走到公司楼下, 却没见何玉的身影, 下午给她发的消息还没回, 打电话也不接。 这个点, 应该是还在忙吧? 既然联系不到何玉, 我只好在公司楼下徘徊。 我低头自言自语, 怎么突然降温了, 早知道就该多加一件衣服的。 想到这儿, 我有些气愤地跺着脚, 猛地转过身, 却刚巧对上了身穿大衣, 正冲我张开怀抱的何玉的目光。 她嘴角的笑容僵在脸上, 动作也是一致, 应该是没想到我会突然转过身。 我们俩就这么大眼瞪小眼, 还是何玉律先打破了这沉默的气氛。 关婷婷,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 要是你再不过来, 你猜别人会把我当作什么奇怪的人。 说着, 她用眼神示意我钻进她怀里。 理由还算充分, 而且, 我确实有那么点冷了。 我缓缓走进和御怀里, 她用大衣将我包在怀里, 真的很温暖, 只是不经意间, 却有一股淡淡的烟草气涌进我的鼻腔。 可她以前, 明明是不吸烟的。 我心底五味杂沉, 也伸出手环抱住她, 脑袋倾贴在她胸膛上, 听着心跳的节拍。 何玉, 这段时间你过得并不好, 对吗? 何玉的心跳声突然变得有些乱, 甚至连环抱着我的力度都减少了许多。 我心里清楚, 她这是被我猜中了心思的表现。 我的思绪突然被拉回到那个晚上。 在我的软磨硬泡下, 一个憋不住式的好友跟我透露, 几个小时后, 男友何玉会在餐厅跟我求婚。 我承认, 我其实有猜到过这个可能, 可在真的确认这个消息的瞬间, 我还是忍不住地心跳加速。 意料之中的, 我接到了何玉打来的电话, 要我去找她。 我还是稍稍打扮了下, 走到餐厅门口, 我隐约能看见里面已经围了很多人, 何玉则捧着花站在那其中最亮的地方, 阳光帅气, 如初见那般。 我稳了稳情绪, 再度迈步向前走。 刚踏进操场, 却见一个熟悉的身影从我身边掠过。 我注意到何玉的动作稍显迟疑, 刚想拉住她问些什么, 可我还没伸出手, 她却已经选择了离我而去。 甚至, 连一句解释的话也没有说。 那晚之后, 何玉就像是人间蒸发了般, 再也没有在我的世界里出现过。 待我回过神来, 何玉的头已经渐渐低了下去。 我揽过她的身子靠在我怀里, 手掌轻抚着她的发丝。 傻瓜, 我知道你的工作, 你早该告诉我的。 许久, 何玉带着点不确定的意思在我怀里开口道, 可是我怕, 怕什么? 如果是你, 我关婷婷这辈子都不会逃跑。 我心里清楚, 何玉心里最怕的是连累我。 但我就想告诉她, 我现在不会逃, 以前也不会, 以后就更加不会。 听到我这样说, 何玉墨帝从我怀里抬起头, 双眼凝视着我的眼睛。 我难得见她如此认真的模样, 便冲她稍笑了笑。 怎么? 没想到, 未等我说完, 何玉下巴烧羊, 吻上了我的唇。 车子缓缓停在我家楼下, 我正要下车, 手腕却被何玉拉住。 她一脸深情地望着我, 明明什么都没说, 又好像什么都说了。 我轻身, 主动在她唇盼上, 蜻蜓点水落下一吻。 在看向她何玉时, 她脸上的表情, 竟然有几分有些错愕, 脸颊似乎还有些泛红。 难道, 是我会错意了? 我羞愧地别过头去, 却意外发现了 放在副驾驶后面角落的一个盆栽, 种的是我最喜欢的向日葵。 你还记得我喜欢这个? 我小心翼翼地拿过盆栽, 心里有些惊喜。 可当我抬眼看向何玉时, 却在她脸上见到了惊慌失措又尴尬的表情。 哟, 错了。 与此同时, 我注意到, 何玉的右手始终背在身后。 只要我反应够快, 射死就追不上我。 说时迟那时快, 我先把向日葵盆栽放回原位, 而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道灵响叮当的速度, 拉开何玉右手, 一把夺过其中的礼物。 车, 车钥匙。 没话讲, 真的没话讲, 何玉见我一脸欲哭无泪的样子, 安慰道, 没有不想给你, 只是我记得, 你好像还没考到驾照。 天气愈发冷了起来, 何玉不上夜班时, 都会开车接送我。 今天是我们复合的一百天纪念, 何玉说给我准备了惊喜, 要我下班后乖乖在公司楼下等她, 可已经半个小时了, 我却还没等到她。 打她电话, 却说是关机状态。 我心里莫名有些慌, 何玉平时是很守时的, 就算有事会晚到, 她也会提前跟我知会一声, 怎么会? 000, 刚巧, 电话响了起来, 是何玉打来的。 这次怎么这么晚? 我话还未说完, 就被对面一个陌生而急促的声音打断。 对面的声音告诉了我何玉出车祸的消息, 我大脑顿时一片空白。 稍缓过神仙, 我嘴里支支吾吾地问着所在医院的位置。 我坐在赶往医院的出租车里, 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般, 一个劲往下掉, 可不知道为何, 我一时竟哭不出声来。 走到医院门口时, 我险些要站不稳, 我在心里安慰自己, 何玉平时那么机灵, 肯定是搞错了, 再不然, 也有可能是她给我准备的惊喜啊。 或者, 还有很多很多种可能啊, 刚走进医院门诊楼大厅, 我看见了一个和何玉很要好的同事, 小李。 刚巧小李也朝我这边看了过来, 他的目光下意识地躲闪, 看样子想走, 却被我叫住。 小李和玉他。 后面的话我没再说下去, 眼里却早已沉满了泪水。 小李似乎也不忍看我这般, 头渐渐低了下去, 玉哥他在快交班的时候, 查到了一个疑似酒驾的车辆, 没想到在准备对司机进行酒精检测的时候, 司机突然猛踩油门, 玉哥一时躲闪不及, 就, 何玉现在, 人在哪? 我声音颤抖得不成样子。 小李伸手过来, 想要扶着我, 我白白手示意他我可以。 见我执意坚持, 他也只好作罢, 一脸担心地看了看我, 而后下定决心似的, 指了指不远处的急诊室。 我强称着加快脚步走进人满为患的急诊室, 急切地寻找着那个熟悉的身影。 终于, 我的脚步顿在原地, 何玉碧着眼躺在洁净的病床上, 脸上有数不清触目惊心的血迹, 就连身上的制服大部分都已被血染红。 我从未见过他这副模样, 比起害怕, 更多的是无措。 我正正地挪动步子走进病床, 在触碰到他手的那一刻, 我的泪水再次决低。 何玉, 礼物, 礼物我不要了, 你起来, 起来看看我好不好。 我趴在何玉床边, 语无伦次地说着, 全然不顾周遭人压抑的眼神。 一旁的医生见我如此, 为了治疗, 只好找人先把我扶出去。 我无力地挣扎着, 却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诊疗的帘子被拉上。 不多时, 何玉又被送进了手术室。 坐在大手术室外冰冷的座椅上, 我愣愣地盯着自己手上深红色的血痕出神, 感觉像是被抛弃了般。 不知过了多久, 何玉做完手术, 被推了出来。 她的脸苍白得厉害, 好在医生说手术很顺利, 就是要注意休养。 安顿好何玉后, 我打算去她家里拿些换洗的衣物, 要是是她之前就给我的。 打开灯, 我看见客厅中央有一个用几十盆向日葵盆栽摆成的心, 而在心最中央的向日葵盆上, 放着一个半开的心形盒子, 里面则是一枚戒指。 何玉, 我看到了, 我都看到了。 第二天一早, 朦胧间, 我仿佛感觉正有双温暖的手轻揉着我的头顶。 我猛然惊醒, 却发现何玉还是那样静静地闭着双眼。 那种失落的感觉再度涌上心头。 视线一转, 我注意到昨晚被我拿来放在何玉床头的那一小盆向日葵幼苗。 此刻正有一束光, 透过窗户罩在上面, 一枝一叶都显得十分可爱。 也不知道, 你这么个小家伙什么时候才能长出瓜子来啊? 我边说着, 边伸出食指碰了碰那小小的叶片。 这种是观赏向日葵, 就算接了紫, 也是不能吃的。 何玉浅浅地嗓音传来。 四目相对, 我愣了许久, 却始终分不清这究竟是梦境还是现实。 正想时, 何玉握住我的手, 关切道, 手怎么这么凉, 还是不记得看天气预报。 说话间, 自手心传来一阵温暖。 我再也没有犹豫, 立刻扑到何玉的怀里, 任凭他怎么劝, 我都不撒手。 我脑袋贴在何玉的胸口上, 我不管, 以后我都不看天气预报了。 你要是心疼的话, 就在我身边待一辈子吧。 何玉闷笑两声, 似是有些无奈, 但还是亲吻了下我的额头, 说了句, 好。 听到他这样回答, 我立刻重新起身, 把床摇起来了些, 而后又同他一起挤坐在病床上。 何玉看我一阵忙活, 脸上的表情有一丝不解, 口说无凭。 我说着, 从兜里摸出那枚戒指, 何玉看了看那枚戒指, 又看了看我, 眼里是说不出的惊讶。 这个反应, 我很满意。 何玉接过戒指, 细细端向了好一阵, 才终于开口道, 这, 好像是我家里的那枚。 我认同地点了点头, 在得到我肯定的回答后, 何玉看起来像是心里有块巨石落地了斑, 长舒口气, 我还以为你自己又买了一枚。 还好, 感情你刚刚愣了半天, 是因为这个。 冷静过后, 何玉拿着戒指, 郑重其事地问我, 关婷婷,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愿意。 我几乎没有犹豫。 何玉略显笨拙地将戒指戴在我中指上, 嘴角挂笑, 反复欣赏着。 何玉, 或许, 有没有可能戒指应该戴在左手上才对? 我忍不住提醒。 一周后, 何玉可以出院了。 不过她的腿上还有伤没有痊愈, 所以我执意要用轮椅推着她回家。 对此, 何玉觉得丢人, 又拗不过我, 只好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 生怕同事认出自己。 等红绿灯的时候, 何玉招手示意我看一辆停在路边的宝石节超跑。 我不懂她的意思, 随口问了句, 怎么, 想要啊? 没有, 就是想告诉你, 以后见到这个牌子或者这个车型的车, 千万要小心, 赔不起。 何玉头也不抬说了句。 刚过马路, 何玉又是同一个动作。 我率先抢答道, 知道, 赔不起。 闻言, 何玉却若有其事地摇了摇头, 这个, 嗯, 安全驾驶最好。 说话间, 一个男人突然从何玉身前快步走过, 按了下钥匙, 打开车门, 而后回头死死地盯着我俩。 我还没反应过来, 何玉已经眼疾手快地转着轮椅的手推圈跑远了。 何玉在家休养的第三天, 终于坐不住了。 关关, 我真的已经好了。 说着, 何玉在我面前一个进原地高抬腿。 我略过他静止走向厨房, 忙着把保温壶里炖好的骨汤倒出来加热。 伤筋动骨还一百天呢, 何况你还伤得那么严重, 磨得痰。 我干脆头也没回, 直接一口回绝。 何玉不知什么时候过来的, 他从背后拥住我, 下巴轻靠在我肩头。 关关, 我知道的, 你还是担心我。 他声音听起来有些闷, 像是在极力克制情绪。 我被何玉猜透了心思, 手上的动作一顿, 一时之间, 不知该说些什么。 那日的场面仿佛就在昨天, 我每每想起, 手都还止不住颤抖, 心慌得要命。 说真的, 我实在无法接受他再次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中。 我在他怀里转身, 朝他伸出带有戒指的手, 眼里擒着泪望向他。 何玉, 我真的怕了。 的确, 我是有私心的。 我想是一次, 用我们的感情试着让何玉放弃。 最后一次, 何玉看向我的目光, 满是心疼。 他大掌, 付住我戴有戒指的手, 放在他心口的位置, 又低头, 在我的额头, 落下一吻, 像是安慰。 许久, 何玉再度开口, 关关, 相信我好吗? 何玉这个答案, 其实我是早就料到了的。 我装作无事, 随手擦去泪, 而后一把勾住何玉的脖子与我平视, 耍狠道, 那你最好给我保护好你自己, 不然, 我话还未说完, 纯便被何玉堵上。 气息交错间, 何玉认真道, 不会有不然的, 一定不会。